他做的这个样子好啊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学习 不要再等来生 这一生决定求往生 四个字就可以了 修行 越简单越好 你看看 八万四千法门 包括净土法门 还有没有这个方法 更简单 四个字 就把我们 无时接来 一直到今天 不能解决的问题 出不了六道轮回 出不了是法界 这个大问题 这四个字就解决了 你说多重要 有些人讲 我们这个世界有灾难 而且这个灾难不远 什么大灾难 太阳系的恒星 这个行星 太阳系的行星 要换位置 南北极会电脑 他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摇太阳的轨道啊 会 有更 有改变 这个问题 严重啊 有没有帮助他们 在改变 轨道的时候 能够缓慢一点 能正常一点 对于我们这个 星球上的 这些僧物的时候 不至于有大的 这个伤害 有没有办法 有 什么办法 念阿弥陀佛 你相不相信 常常念阿弥陀佛了 敢得佛光 普照啊 那佛光会产生作用啊 这真的不是假的 那你要问什么道理 道理佛经理讲的很多 一切法从心一相生 静随以心转 这个星球在太空运行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境界 也随着我们念头 再影响 他说他有影响 那阿弥陀佛是正念 阿弥陀佛是无比殊胜的 念力 你想想看 能够影响星球的 这个轨道 所以一句佛号念到底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我们要重视 一般人 一般人虽念佛 有口无心 他们有办法了 这个念是心念的 不是口啊 那用我们 这个 隐身的意思来讲 就是你现在心里有 这就是你 现前心里有 不是口里有 我们现前心里有阿弥陀佛 念念都有阿弥陀佛 那还得了吗 每个信念都是阿弥陀佛 那功夫不得了啊 那就是我们 那就是我们 尽忠你们所讲的 礼意心不乱 弥陀佛 弥陀佛告诉我们 一坛指 三十二亿八千年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你说那是不是 礼意心不乱 这个不是凡夫能做到的 我想 社法界 里面的四圣法界 也做不到 我有理由相信 那为什么 六道是凡圣同俱图 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俱图 他还是用阿拉雅识 没有转世成智 他是德意心不乱 叫四一心不乱 不是礼意心 所以他同四法界 不是同礼法界 礼意心同礼法界 礼法界在哪里呢 祝福如来的时报 也就是华严经 初度以上的菩萨 他们有能力 那极其威细的念头 念念是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在这些声音当中 高的很难 那真不容易 最低限度 我们要念到功夫成品 那就起作用了 要把念佛这个事情 当作我们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死 其余的都是鸡毛蒜皮 都是小死 这才叫大死 劝人念佛 第一功德 真实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